我希望 我可以一辈子保护你 照顾你 陪着你 我想让你做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 最无忧无虑的女儿 周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你和我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直到人生的尽头 有你就足够 我往昔吹 template template 你觉不觉得 大大怪怪的 没觉得 大大怪怪的 天哪 周天 脑子里在想人呢 怎么会想到 那只鳄鱼头上呀 心里还碰碰碰 我肢体好疯了吧你 不过 那只鳄鱼今天 好像也没那么 冷血的样子 它不那么刻薄的样子 看着还挺凑合的 不行不行 这些都是资本家的 烫鱼炮弹 我可千万不能 被亦乱惊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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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是员工 是女生 我是老板 是男人 但刚刚那种情况 就算不是周天 是凯文 我也应该会伸出援手 这是一个 非常绅士的举动 所以这个时候发条微信 应该也不过分吧 今天还好吗 倒霉 你有脚落 都是那只孔雀和那条鳄鱼害的 现在还痛吗 还好啦 鳄鱼给的冰袋挺管用的 不过 这都是它的糖衣炮弹 是为了更好地剥削我的剩余价值 我是不会上当的 剥削 你居然觉得我在剥削你 我就不用一点好吗 晚安 晚安 来 师兄 你找我呀 脚伤还没好就乱拍 我不是让你在房间等我吗 怎么还自己跑回来啦 没事 又一点小伤 我还担心你找我有急事 所以就赶紧我过来了 季总 大半夜的你怎么下来了 这大半夜的 你们不是也没睡吧 我拿饮料 你们进去 你刚淋了雨 正好这还有包姜茶 我给你冲了 温度应该差不多 喝了去就寒吧 可是你刚才也淋雨了 你也喝点吧 我没事 你喝吧 你喝吧 你快喝吧 你喝 田花 你先喝 快喝吧 你先喝 我也淋雨了 你们不喝 我喝 好 也是啊 你天生体质弱 比我们两个更需要 去吧 欣欣 张浩哥哥这几天都不会来店里了吗 他陪周天他们去那个训练基地了 那地方还挺远的 在海边 来回也不方便 你好 您的快递 来了 谁的快递啊 这么大 张浩先生 对 放里面吧 放那儿 慢点 快递吧 谢谢 谢谢 好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是浩哥让我盯的一些装饰灯 这些灯是挂在店里的吗 应该不是吧 浩哥说灯到了 就让我给他送到训练基地去 要不然你留下来看店 我之后就给他送过去了 谢谢 张浩哥哥要这些灯干吗呀 我也不知道啊 你记住啊 老板的事情咱不该问的就别问 那个 要不然 我去送吧 你作为前辈 就不要来回跟莫那么劳累了吗 没看出来呀 基基 越来越懂事了 行 那就你去送呗 浩哥把他的车留给我了 你开他的车去吧 嗯 慢点哦 对了 你认识路吗 放心 我有导航嘛 好吧 给 对对对 烟花必须在今天晚上七点钟之前就位 要放的时候我会在队长里告诉你 就在海滩正对着的那个山头上 站在海滩上就能直接看见 行 没问题 那谢谢了 喂 天天 今天晚上你有空吗 我想找你帮我 就在基地旁边的那个海滩上 今晚八点 对 就是我们之前经常去的那个 好 那今晚八点不见不散 没有特殊的日子 还没有节日 准备这么多东西还约周天 这要干嘛呀 无视线阴晴 非线旗刀 好 喂 正好哥哥 我到基地门口了 我不是让欣欣来的吗 怎么了 你不欢迎我啊 没有没有 那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出来 姐姐 正好哥哥 辛苦你了 那么远帮我把东西送过来 没事的 这在货备箱 来 给我吧 慢一点 很重 对了 正好哥哥 这就是你平时训练的地方吗 对啊 这就是我们训练基地 不过 平时训练都在市里 只有每年封闭集训才会来这儿 好好好 对了 本来有个事儿 我是想让欣欣帮我的 没事啊 我也可以帮忙 行 那我们先进去 好 走吧 对了 这儿离市里还是挺远的 你晚上一个人开车 我不太放心 要不你还是在这儿住一晚上吧 就是我们住的那一栋 没有多的房间了 不过我可以给你另外找一间 没关系啊 我都可以的 行 诶 张浩哥哥 你要这么多灯干嘛呀 这就是我要找你帮忙的地方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诶 琪琪 你怎么来了 我来帮张浩哥哥送点东西 那我帮你拿 不用 不用 很轻的 来 琪琪 你 齐总 你怎么知道她叫琪琪啊 之前 在猫咖的时候 见过 我好像对这位顾客 没什么印象 我想起来 琪琪你好像也姓琪 你们该不会有什么亲属关系吧 你也姓季啊 叫什么 季晨 季晨 这名字不吉利啊 师兄 你这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 没什么 那个琪琪我还有东西 让你帮我拿一下 嗯 那我们先走了 慢一点 就在这儿吧 好 这些灯是太阳能的 姐姐 你一会儿帮我把它在海滩上 摆成一个星星吧 这样到晚上 这些灯就能自己发光了 摆成一个星星 张浩哥哥 你这不会是要表白吧 不知道不知道哪个女孩儿这么幸运啊 难道是天天 嗯 是她 又不是她的事吗 对啊 这个客人呢 不是她的事情吗 对 她的事吗 但是她的事吗 没有 我了解了她的事吗 她的事吗 她的事吗 现在 我们才能够给她的事吗 她的事吗 她的事吗 我更得明确让她知道 说起来 这件事还要谢谢你 谢谢你 是你点醒了我 你上次说 表白要选一个 有特殊意义的地方 我就想到了这儿 我们小时候在这边集训 她晚上偷跑出来那次 我就是在这儿找到她 那天 我们看见了荧光海滩 特别漂亮 我至今都记得 她兴奋地冲进海里 又蹦又跳的样子 她还说 以后每年都要来看 但是荧光海滩 每年只有那么几天 有时候我们训练时间对不上 有时候我又出去比赛了 总之 这些年就一直都在错过 但正好 今年的荧光海滩就在这几天 所以我就想 在这个跟她 有共同回忆的地方 向她表白 我想再给她一次 一生难忘的记忆 天天她真的好幸运呀 能让你对她这么好 能让你对她这么好 张浩哥哥 那我祝你表白成功 还能让她去 来吧 来 好 你干嘛 你在哪儿 怎么了 监视我 关心一下也算监视 行吧 不算 对了 账号让你送过来的 是什么东西啊 袁秋冬啊 那是干什么的 他 他要在海滩上 用袁秋冬摆成一个星星 希望天天表白 你干嘛 人家都要表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你就这么干等着 等着人家花好月圆 两情相悦啊 他被表白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别死鸭子嘴硬 自从你知道 周冬天就不得了 周天就是桑德的那一刻起 你就已经喜欢上他了 你别否认啊 你自己想想 你做的哪一件事情 不是因为喜欢他 不论是去剧组送饭 还是亲手下面条 我的天哪 自从年年出去读书之后 我就再没有见过你 亲手给谁下过面了 你先别说话啊 我还没说完呢 包括来训练基地 难道是因为乔一吗 拜托 乔一就是拍点视频素材 用得着你一个CEO 亲自出马 而且 你本来就不想跟来的 是因为你听说人家张浩有来 所以你才恬不知耻地跟过来 你想想你平时啊 多淡定 你的心跳 什么时候超过一百二个 但是现在 都超标多少次了 行了行了 你话怎么那么多 说够了没有 说明你心里住着一个话牢 只是你不愿意承认而已 行了行了 你赶紧想办吧 我能有什么办法 这就是你的强项了 阴谋算计 你最在行 加油吧 为了我们的爱 一定不能让张浩表白成功 好 真的是累死了 睡也睡不好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呀 有没有螺蛳粉啊 小叶 你不觉得你这两天 头发掉头有点多吗 你也发现了 我思路不畅的时候 就会掉头发 但看来这实体体验的效果 还不是很好 这样 我给你联系了几个 运动员的采访 要不 我们提前收工 你 我 周天 咱们一起出发 现在就走 我叫司机把车开过来 行李我帮你收拾 我赌你撑不过三天 开心吗 谁说我想走了 你不是累了吗 而且不是还思路不畅吗 等一下累归累 但这里的环境那么好 生活那么规律 吃得好喝得好 空气也好 我呀 都爱上这里了 其实 我觉得来了这里之后呢 虽然思路一下子没有打开 但我相信这些体验 这些内容的积累 对 中国会有在脑海中 迸发出火花的那一刻 所以我决定 再多待两天 这家伙油盐不尽啊 凯文总 凯文总 这个是一哥下周的火灯安排 请您过目 其中周四的这个保利品牌秀 是重中之中 听说是您在负责这件事 季总走之前特意交代我 让我全权负责 听说季总打算从公司内部 提拔一个副总 一年和季总这关系 看来 低调 低调 好 来 来 我给你 喂 季总 您在那边可好 保利品牌的秀准备得怎么样了 今天就会过一个人当 包括造型师化妆间什么的 都在今天定 您放心吧 那这样 你不用管了 我让周天回去让他来处理 季总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不信任我呢 喂 好 不对 一定是周天那个家伙在搞鬼 哼 我必须证明给季总看 只有我开吻才是无所不能的 我一个人 可以抵一百个周天 这 这 季总 您找我 乔依下周有个品牌活动 你现在回去跟对方确认一下回合 找下造型师确认一下造型 再把乔依的衣服体现选好 发图给我确认 然后再去一下现场 把化妆间的位置确认一下 再把乔依从下车到化妆间 再到红毯的整个时间表路线图 清晰地画成 精确到几点几分 这 这么多 现在就去 对 现在立刻马上就出发 那我今天晚上可能赶不回来了 赶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明天也不用回来了 明天还有其他工作 行 那谢谢季总 我去整理一下行李 行李不用整理了 我找人给你整理 现在直接出发 那个司机在门口 好 我去拿下包 喂 师兄 我临时有点湿急要回去 今天晚上可能也赶不回来 这么突然 不能明天吗 就是很紧急的工作安排 真的不好意思啊 师兄 你的事情能不能改天啊 好吧 那也只能改天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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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总 我想再跟您核对一下 是先确认一遍回合 然后确认造型师 确认造型师过后 确认一下造型 我再把服装的照片发给您 最后再确认一下下车地点 到化妆间的距离 然后还有就是 喂 凯文总 周天 我就是告诉你一声 纪总吩咐那些事 我都已经搞定了 你不用回来了 所有的转换动线图 行程安排服装照片 我都已经发到 纪总手机上了 凯文总真厉害 您交代的事情 他已经全部都完成了 齐总 那 我还要回去吗 我师兄今天晚上 找我有点事情 如果没有别的紧急的事情的话 我能不能明天早上再回去 我可以一大早就出发的 好 喂 师兄 不回去了 你不用带时间了 那 我们晚上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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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说这话很酷啊 这只能说明你独裁专制 很没品 那你来告诉他 你什么学历曾经干过什么 我学历怎么了 你在他心里 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鳄鱼 我一定会和饿势力斗争到底 我喜欢他 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彼此 我跟他这辈子都不会分开的 天天 贺兄 不是说好了在海滩碰头吗 我看时间还早 就来等你一起呗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儿吗 当然记得了 那个时候我受不了急需弄苦 就偷偷溜了 结果到了这儿迷路了 我哭了 然后你来找我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我们就看到了美丽的荧光海滩 整个海面泛着蓝色的光 随着海浪变换起伏 实在是太美了 我当时还说呢 以后每年都要过来 可惜后来一直就没赶上 你也喜欢周添 你想追上去吗 原来你也喜欢周添 不 那你干吗不追上去啊 难道你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张浩哥哥跟他表白吗 这可不像你啊 你向来是不允许自己退缩的 我不是退缩 只不过是发现 他们确实有很多共同的回忆 而这些 是我没有办法取代的 如果因此 周添答应了张浩的表白 那我 那我尊重他的选择 就不要让自己的感情 去打扰他 让他白白受到困扰 不让自己的感情 去打扰到他 对了 对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见识我偶像的重要时刻啊 我来 哥 你想去听听吗 跟我来 还是这么美 是啊 过了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想让你再看一次 师兄 你真是太有心了 天天 跟我来 天天 进来吧 天天 我有一天问自己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 我发现我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从小到大 我已经习惯了我的生命中有你 生活 训练 我们从不分开 在张浩的生命里 所有最重要的回忆中都是你 藍波 钭涂 灭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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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可能你会觉得我今天这样有点突然 但是我很早就说过 我一直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 不止以前 包括现在 还有以后 我希望我可以一辈子保护你 照顾你 陪着你 我想让你做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 最无忧无虑的女儿 周天 从没想过 还会心动 第一次人海中邂逅 你在我眼中 要别于整个星球 有一些话 希望你懂 我不只是想做你的朋友 没任何理由 我就是要把你带走 师兄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你 可是我对你的喜欢 只是对师兄的喜欢 对智友的喜欢 对哥哥的喜欢 我知道 一直以来我都很幸运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能被你一直保护着 每次我受伤的时候 都有你在照顾我 每次我取得好成绩的时候 都有你为我欢呼 可是我已经长大了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 躲在你身后的小女孩了 我也愿意自己面对风浪 在风浪里成长 可是 可是 你好像还是一直把我 当成一个小孩子 我知道 那是一种宠爱 就像是哥哥 对妹妹的宠爱一样 所以我对你 没有爱情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师兄一直以来的喜欢 也许是对那个 因为累了 因为苦了 因为想回家 而一个人偷偷跑到这儿 偷偷哭鼻子的小妹妹的喜欢 是对那个 需要你帮助 需要你安慰 需要你保护的小姑娘的喜欢 可是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 很抱歉 不能对你做出相同的回应 也许师兄以后不想再见到我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我也会耐心地等待 师兄平复好自己的心情 如果师兄你觉得 我们还能够像以前一样相处的话 那我更是求之不得 师兄应该把对我的关心 转移一些出去 也许这样 你会遇到一个 真正能给你爱情的人 所以 我是完全没机会了是吗 在我心里 我把你当成我的亲哥哥 我们就只是亲兄妹 看吧 我说什么来着 他们就只是亲兄妹 亲生的亲兄妹 没事 咱们这是下风河 咱们能听到他们 他们听不到咱们 谢谢你一直以来为我做了那么多 你抱住我的时候 正大与滂沱 我心里有一颗灰心悄悄降落 他在你眼中停泊 看见了我的承诺 最后会照亮整个黑暗银河 终于你走进了我生活 毕竟我们错过那么多 你跟我 你跟我勾勒着彼此的轮廓 这辈子就跟着你漂泊 你静静不做声好沉默 你把人生苍白没把握 别害怕 我决定 当你的衬托 让天空看起来更辽阔 你抱着我的时候 正大与滂沱 我心里有一颗灰心悄悄降落 他在你眼中停泊 看见了我的承诺 最后会照亮整个黑暗银河 因为遇见你我把鞋子都踏破 我这一生都不曾如此深爱过 我为你抛出所有魂魄 超渡了我 我要变成一颗远方的灰心 永远为你闪烁 闪烁 你抱着我的时候 正大与滂沱 我心里有一颗灰心悄悄降落 他在你眼中停泊 看见了我的承诺 最后会照亮整个黑暗银河 因为遇见你我把鞋子都踏破 我这一生都不曾如此深爱过 我为你付出所有魂魄 超渡了我 我要变成一颗远方的灰心 永远为你闪烁 我潜入 我心里会拂着我 我想说 我寂寞 我想说 我想说 感谢观看